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柯全耀 近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脸书 分享了一张大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 根据五大与台师大学生交换协议 经台师大推荐及五大审核同意 柯全耀或录取到 五大进行一学期的交换学习 时间为2019年9月2日 至2020年1月11日 原本是件好事 但网友浏览柯全耀的脸书却发现 柯全耀曾多次发表台独 近日言论 4月30日 柯全耀曾在发文称 平成31年 拜拜 令和元年 您好 期待有一天伟大祖国收复台湾岛 和平统一全日本 成为大和民族伟大之复兴 共筑日本令和梦 两岛同属一日 一国一制 还号称美国人看法很重要 柯全耀的这些言论 被微博网友 在台湾傻事 在11日晚间曝光引发关注 在台湾那点事儿 表示 柯全耀不认同九二共识 自认日本为祖国 希望日本统一台湾 该生不适合来大陆做交换学生 旺贵校慎重考虑 武汉大学于12日凌晨火思回应 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 依法一规进行处置 以下是回应全文 感谢网友对武汉大学台湾 交换生工作的关注 我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正通过多种途径 核实科全药社交媒体言论情况 武汉大学将根据调查结果 依法一规进行处置 武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直属高校 我们欢迎所有支持 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同胞 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 来武汉大学交流学习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公共关系事 今天表示 科全耀已向校方表达不去五大的决定 校方对科生的意愿表示尊重 而科全耀也对台媒承认 文章是他发的 但他有设定权限未公开 好友才看得到 不过IP今日海霞 经确认 科全耀疑似今日文章未公开贴文 今天在他的个人页面已无法找到 同时消失的还有 科全耀的五大录取通知书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